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lly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我们的老朋友Veronica 以及呢 她同时也是现在 创办了Mook Kids Austin Learning Center 自闭诊机构创始人Veronica老师 做客们节目间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请Veronica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Veronica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Veronica老师 好的 谢谢Veronica老师 那您今天的身份啊 不太一样 您是作为这个 Mook Kids Austin Learning Center 自闭诊机构的创始人 出现在我们节目间的 那么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你当初开设这个 Mook Kids Austin Learning Center 自闭诊机构的一个 初衷是什么呢 首先哈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根据HWO世界这个健康这个协会统计 每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位是自闭症 所以现在自闭症的普及率非常非常高 然后这个话题也得到了非常多的社会关注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认识我私下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有一个快七岁的自闭症儿子 所以说其实我上过很多不同的机构 遇到过非常不同的老师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每一个都会有一些小小的 那么一点小欠缺 所以我觉得那不如就我来做吧 我是自闭症的家长 所以我是真正能聆听到自闭症家长的需求和心声 而且我也是真正打心底 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自闭症儿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 同时你呢也是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对于自闭症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的清晰 因为可能我们中国人吧 并不会去特别定义一个孩子 他是自闭症或者不是自闭症 那能不能请Veronica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具体什么样是叫做自闭症呢 就是by definition 就从定义上来说 自闭症的全称叫做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它是一个developmental disorder of verity severity that characterized by difficul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by the restrictive or repetitive pattern of thoughts and behavior 我知道听起来很稳度周的哈 但这里面其实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 它是有不同程度的重度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普系的一种disorder 第二个呢就是social interaction 也就是说它有社交性障碍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有重复和固执 或者刻板的行为或者思维 对 好的 谢谢Veronica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关于自闭症的一个介绍 让我们对自闭症呢 它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那么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你创始的这个机构Mookies的一天 它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其实很简单 非常straightforward 三大理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重视科学 就是说我们这个therapy 这个autism learning centers based on科学的 这个东西叫做ABA therapy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地 请到了一位拥有十年经验 来自美国的BCBA BCBA首先它是什么呢 它是认证行为分析师 for certified behavior analysis 这一个BCBA用通俗的话去解释 就像是公司里的CEO 执行总裁 他是责 overlook这个therapy里面的专业性 然后问每一个client 每一位儿童去制定individual plan 就是每一个的治疗方案 还有包括maintain therapy的这一个quality 然后keep这个documentation 等等等等 那这就是这个BCBA的一位 非常非常的专业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这位BCBA是来自于美国 美国有什么特色呢 美国现在是在自闭症这个领域 是全球第一领先的 第二美国的基数非常大 美国的医疗系统也很 跟加拿大的这个funding不一样 基本美国的人在18岁以前 保险都能cover他们的这一个治疗费用 所以说他们的基数和他们experience 比加拿大大非常多 第三就是美国的自闭症系统 是全球最完善的 就research领先 然后这个系统也完善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 这一位BCBA 顺便猜一个题外话 就是说这个BCBA这个证啊 这个是其实是美国的一个board 一个美国的机构 他颁发这个证 从今年开始 只颁发加拿大和美国 也就是说在中国欧洲 如果别人想考这个证 以前是可以 但现在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人 可以拿得到了 对very interesting 我们的第二个理念 就是用心和用爱去经营 我想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就我的儿子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整整四个月教我儿子 玩剪刀石头布 然后四个月都还没有学会 剪刀石头布 后来我很焦虑 因为其实我们自闭症家长都知道 自闭症有一个叫黄金干预期 那这个黄金干预期是六岁以前 那么我非常焦虑 后来我就stopped going there 然后我自己来train我儿子 然后我们用了仅仅 仅仅十天 我儿子学会了三十二个 非常complex的英文单词 就是比较长的那种 不是那种什么 RSEYE那种很简单 是很复杂的 第二呢 我儿子以前是一个完全坐不下来去学习 他可能坐一下就走 我相信很多自闭症家长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他从只能做一分钟 变到可以做整整半个小时 三十分钟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老师用不用心去教你 其实家长很能feel得到 就是我们能感受得到 这个就很像 我举个例子像生小孩 那没生过小孩子 比如说男性也好 或者小孩也好 他们不会懂得阵痛 就生孩子之前有一个期 叫做阵痛期 阵痛期是公认的世界之痛之最痛 那么没生过下来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阵痛 到底是有多痛呢 所以我相信 只有像经历过自闭症 我们才懂得其中的辛苦困难压力 又或者是成功喜悦 然后第三个我想说的我们的经理理念 就是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根据统计 大部分自闭症都患有mental health problem 比如说52.7%的自闭症 都有anxiety disorder 就是焦虑症 甚至有抑郁症 depression 那么很多机构 比如说在你不重视孩子心理健康的时候 很push他们 我们要知道自闭症是一个高敏感人群 他们是feel得到情绪的 那么你只重视科学 或者是你不用心 不care这个小孩的心理成长 那这也会导致孩子以后 会有这种mental health problem 所以我as a parents 就是根据我之前这六年带 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经验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把关 我们所有的治疗师 我们的therapist都是有爱心 有耐心的人 我们还特别有一个exclusive的 一个happy moment 这个东西 这个technique吧 算是在我们的这个program里面 还有我们的训练呢 是重视用一部分的自然疗法 加上一部分的分组强化训练 然后我们会慢慢过渡 然后而不是强迫孩子 一下子就进入这个强度的一种训练 对 这我们基本的三大理念 谢谢Veronica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你们这个主要的理念啊 其实也给我们更加好的 科普了一下这个自闭症的 孩童的一些表现是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去更好地关爱他们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社会对于这个自闭症儿童的认识 与干爱程度 特别是在加拿大 我发现这个自闭症的儿童 真的数量非常的多 就是在国内啊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就是说自闭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 但是在这边真的几乎 碰到的好多家长 我不能说百分之一百吧 但百分之六七十都多多少少 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请Veronica老师 给我们专业的讲解一下 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现在社会上 我总结四个字 就是对自闭症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 我给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去买菜 或者买fast food 然后一个cashier很机械的对着这个电脑 repeat your order 然后可能他全程眼神是不看你的 他只看着盯着电脑 然后大部分就认为 这个人是个非常rude 没有礼貌的人 但其实只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自闭症 世界上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 可能就是lack of eye contact 对 还有我再分享一个真实事件 这个story其实挺break my heart的 就是在公校 有一位孩子家长跟我说 他的孩子被更大的年龄孩子bully 然后被打到牙齿 全部都没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 就是挺sad的 就是大部分人听到自闭症 他们可能会给他一个很负面的tag for example aggressive stupid crazy 但是其实自闭症孩子也是有情感的 他们其实也是有emotion的 他们其实也是有学习能力的 只是他们的行为也许表达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现在整个社会不正确 对自闭症的一个印象吧 是的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对于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关爱程度 到了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慢慢慢慢加拿大已经比国内好一些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organization一直在不断的宣传 无论在social media也好 而且我知道加拿大有个叫做autism day 就是自闭症日 就是提倡大家都关注 但是这个声音其实跟美国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对自闭症有个更多的认识 就是自闭症是一个 他们只是行为上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表达不出来 他们的communication是非常的weak 非常的弱 但是不代表他们是个aggressive 他们aggressive的时候可能 that's why他们需要做训练 训练是通过正确的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不快乐 好的谢谢布朗尼卡老师 那么在节目最后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对于这些我们身边的一些自闭症人群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自闭症身边其实最close的无非就是数目了 那么我想对自闭症的父母说 首先我想说加油哈 因为我知道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路 因为大部分自闭症 somehow就算到了你成年也就算经过训练吧 可能也somehow会有一些小问题 所以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那么我还希望其实不单是自闭症父母 任何孩子的父母吧 我想说大家要爱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好了 你有这个能力了 你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你的孩子 你才更强大而有力量 所以要学会自我调节情绪 要学会自我肯定 要学会自我鼓励 要学会正面思考 无论你碰到多少 像比如说我刚刚说 那个什么孩子被打到牙齿 都掉了这种很sad的story 但是你们都要加油 就是要自己去学会 找一个方法调节自己 这样你们才更好的去保护你们的孩子 好的谢谢Bronika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自闭症儿童这方面的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都是很有帮助的 特别是在我们加拿大 这个国家可能比较寂寞吧 导致这个自闭症儿童的出现概率非常的高 那么我觉得您的这个机构 未来一定能帮助到很多的人 谢谢你 也谢谢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Bronika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Milly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Bronik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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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